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继续关注2012年全国男子举重锦标赛 那么接下来我们为您带来的这是 94公斤级的停举阶段的比赛 首先出场的是凉宁选手刘亦廷 他的停举开把重量175公斤 刘亦廷的抓举是 150公斤 排在第12位 今天辽宁选手刘亦廷都是抓举和停举的第一个出场 应该说在今天的抓举比赛当中 我们原先预计的来自三西选手张胜国 应该说很有实力的一位选手 对 结果在抓举比赛当中 167公斤三次试举 没有成绩 没有成功 那么这样是 江苏选手藏伟 以166公斤获得这个级别抓举的冠军 应该说这个成绩啊 确实很 很低 很低 在今天下午进行的男子85公斤级比赛当中的冠军 冠亚军成绩是175和173 那么在昨天进行的男子77公斤级的比赛当中 抓举冠军成绩是175 亚军成绩172 所以说目前我们这个级别的这个冠军成绩不如 比不上前两个级别 77和85这个水平 这确实是非常大的一种差距 那么从抓举上来讲 我们也前面介绍过 这个抓举的世界记录188 全国记录180 但是今天这个成绩只到了166 就夺冠了 确实是太低了 而且我们看现在停举 刘雨婷的第二把是180 那连续试举 那么在停举当中我们看一下停举的开把 现在要的最高的是湖北选手刘昊 是211公斤的开把 但是在前面抓举比赛结束之后 刘昊只举完了第一把 是161没有起来 后面就弃拳了 放弃了 所以现在我们不太清楚 这个停举比赛刘昊还会不会参加 应该是他有可能会今天为了这个停举争夺名次 有这种可能 我们看一下 先来看一下辽宁选手刘雨婷 第二次试举180公斤 由于今天选手的抓举水平相对不高 所以今天的总成绩很难突破370公斤这样一个水平 好的 连续两把成功 看一看他下一把的重量会上到多少 应该说原来安徽选手许冰的预报开把重量是180公斤 看来是更改了这个重量 前面我们已经给观众朋友们介绍过 这2012年每克杯的全国男子举重锦标赛 也是伦敦奥运会的一次选拔赛 但是由于我们这个整个后三个级别 距离世界水平有一定的差距 所以说这次奥运会的选拔只集中在前五个级别 对 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级别呢 就是已经不是奥运会的选拔了 那么这样当然也有一定的导向作用 可能不是奥运会选拔 我们的选手可能从准备的情况来看 不如前面几个级别 准备的那么充分 争夺的也不是那么激烈 对 就是总之跟前五个级别的比赛 在赛场的氛围上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有这种感觉 包括我们今天的比赛成绩 应该说还不如去年的冠军赛的成绩 对 实际上对于这三个级别的选手来讲 比赛跟以往的全国几秒赛没有什么区别 只不过因为前五个级别涉及到了奥运资格的选拔 所以可能在情绪上 在心理上多多少少会受一些前几天的一些影响 应该说从训练当中的准备程度来看 对 可能也没有这种激励机制 可能是 但是我想明年由于是全运会年 很多的85公斤级的选手可能又会涌向这个级别来参赛 因为感觉这个级别夺冠军比85公斤可能还要轻松一些 没错 容易一些 是 像今天在85公斤比赛当中我们看到的蒋海荣 嗯 如果说以他今天的表现的话 升到这个94来再来打比赛 夺冠也还是完全有这个实力和可能性 是 所以我们看到包括成都体验的黄军 在09年的全运会上他就是参加了94公斤级的比赛 嗯 那时候就是为了避开路友吧 是这样的 觉得夺冠军的可能性变得很小 对 辽宁选手刘怡婷 第三把185公斤 最后一把了 很稳啊 每一把加5公斤 嗯 好的 三次出手 三次成功 那么在前面的抓局比赛当中 这个选手呢也是只丢了一把 应该说六次出手5把成功 这个成功率还是不低的 是 但是呢水平还不是很高 水平对 335总成绩 嗯 和我们的69公斤级选手相比 还是有一定差距 我们69公斤冠军的成绩是345 还比这高了10公斤的 嗯 包括我们今天这几位选手的开把重量呢 停举最高的是湖北选手刘昊 但是呢抓局他放弃了比赛 嗯 刘昊到目前为止 从现场的成绩公视频上显示 他的停举没有放弃呢 没有放弃 我想他可能会 主要集中精力是为了争夺 停举的金牌 现在是3C选手平11 第一次试取187公斤 他的抓举成绩160公斤 获得了第7名 这秦世一是降了开把 他原定开把是190公斤开 是 在以往的比赛当中 特别是在201年的冠军赛上 当时他的停举成绩是192公斤 在2010年的全国举重冠军赛上 当时停举成绩195公斤 在2010年的全国举重冠军赛上 所以他的基本的停举成绩呢 稳定在195公斤这样一个水平 通过今天的抓举比赛来看呢 我们感觉这些选手呢 多次参加全国的举重锦标赛和冠军赛 但是呢 水平是比较稳定 很少有比较明显的突破 吉林选手 曹世伟 190公斤开把 离子 乘客 挤起来 这几天 他在和冠军赛下 他在和冠军赛上 冠军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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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通过现在目前的抓局来看 我们这个级别的水平呢 依然没有明显的提高 我们这些选手呢 基本是维持在自己的一往比赛程度上 没有说看到哪位选手这个成绩 比去年的冠军赛或者锦标赛 有了突飞猛进的明显的提升 至少从抓局来看一个都没有看到 所以一会儿我也很期待 看一看这个刘浩的停举 211公斤这个开把 以及包括广西选手李冰 目前停举的全国记录保持者 是否在停举当中有所作为 想说选手撞毁 199的开把 这看来啊 刚才那个抓局最后一把走下台的时候 这种拖着脚走还真不是装的 确实是有伤 应该说他这种情况 我们是怀疑他会不会放弃后两次的停举啊 当然我们的举重选手啊 常年礼乐的训练会对身体产生一定的伤害影响 而且我们看这个藏尾举这个199 这是降了开把重量10公斤 他原定200开的 是 好 山东一队的李士奇同样190开把 这个选手的抓紧成绩是155公斤 好的 在赛前呢 我们曾经对这个级别呢 进行了一次分析 本来寄予厚望的是三系选手张胜国 在抓局没有成绩 那么来自广西的李斌抓局成功率也不是很高 所以说呢 今天在总成绩上想突破375 应该说对今天的比赛很有难度 对 广西选手贺健 第一次试举也是190公斤 起来 好 一蹦一蹦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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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斯克斯坦选手101更是407公斤 是 乌克兰的伊万诺夫也是407公斤 应该说在这个级别上总成绩不能突破400公斤 很难在世界大赛上取得好的名次 对 所以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选手现在至少有着30多公斤的差距 安徽选手西兵第二把190公斤 这就基本上是没有了 在停举比赛当中呢主要是由两个动作组成的 一个是翻载就提灵然后翻载起来这是一个过程然后等着上送 如果我们的翻载呢比较吃力对上送呢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哎这个过程他没有站起来 三号将冲葬的准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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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选手曹世维第二次试剧190公斤 这远钉的开把重量啊没有起来 哎呀 不过我看这把就算是杠铃没有掉下来恐怕也会判失败 因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有了这个胳膊的屈身了 去年的全国冠军赛他当时是185开把第一把没有成 第二把才起来第三把加到191结果也没有起来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一面比赛一面看他以前的比赛成绩啊这些选手基本都是保持着自己以前的这个比赛成绩 没有什么明显的进步啊 但是也不会有太大的脆步 哦藏伟没有弃拳啊又出来了 我想他还是在争夺这个总成绩的名次 对 不过我想对他的腿伤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这次逝举 没法完全他还在把这个杠铃拖的更稳 当然这可能是队员的训练的一个特点 这也不一定到影响他的上送 但我想对藏伟今天的停举主要影响还是来自他的腿关节的伤病 我也问过一些教练都说不敢收腿 就是关于这个关节的软硬问题 当然这个我们的一方面需要力量 但是这个对于举重运动员来讲这个柔韧性也是非常重要 应该是这样 如果你的关节能再往下躺一点的话 这个杠铃他会更舒服 你救他救得更紧 是 有力量 柔韧性 这并不是一件矛盾的事情 对根本不矛盾 如果是有力量 柔韧性又好 这样的一年呢 应该说受伤的几率就会减少 没错 动作呢会更加协调 广西选手贺剑第二次市局190公斤 你准退 哎呀 这个铺子收得有点 中心啊还是有点偏低 另外杠铃送的有点靠前 现在应该说在这190公斤这个重量上 成了一个坎了 对 好几个选手纷纷在这儿是止步不前了 现在应该有四位选手适举这个重量 还没有一个是成功的 现在上场的是安徽选手徐冰第三次适举190公斤 这上了183成了之后第二把加的190没有起来 现在是最后一把了 很可惜这样一来的话最终的停举成绩是183公斤 抓举150公斤总成绩只有333公斤 现在这是这190公斤呢 这几位选手还都没有试举成功 送的不够坚决啊 好像自己也不是特别自信能送上去 应该是翻载已经很吃力了 积极林选手曹世维第三把了 也很危险 他的抓举成绩155 排在第九 哎呦没有成绩了 应该说在今天17位选手当中 有两位退抽 那么在抓举比赛当中呢 会被选手刘浩放弃 那么现在又有一个停举比赛 没有成绩 所以说今天呢 可能要有成绩的选手啊 只能排在前10名了 就是能有12人左右 对 还有张胜国的抓举 对还有张胜国的砸锅 就现在有两位选手 已经没有成绩了 有两位选手已经退抽了 变成13位选手 现在要广西选手喝剑 也是最后一次试剧 190也很危险啊 这次翻赞还是不错 哎呦收住 有去身有去身 别着急 站稳 好的 还好三掌白灯啊 不容易 要不然险些又炸锅了 这样的话 他最终是抓距163公斤 停距190 总成绩353公斤 这最后这一把也是很危险 嗯 应该说这几位选手在190公斤呢 反复失局了应该是在八次以上 嗯 所以说对这个三系选手 其实一呢 又是一个影响 他的190本来是三次四次 就要出场了 现在已经拖了八次以后才出场 好的 好的 这种横向移动能给救住 还真是不容易 我想这也是他最终的重量了 第三次 当然还有第三次试剧 对 可能会加一点 加一点 但是这个重量对他来说 今天确实显得很重 并且这位选手 以往的比赛成绩呢 也基本都在195公斤左右 现在显示秦时宜 把下一把的重量加到了194 加了两公斤 看这个气啊 都有点倒不过来的意思 大级别选手 这个体重大 可能对身体的消耗能量也需要多一些 现在杠铃的重量 上到了195了 黑龙江选手 白景龙要出场了 应该说今天黑龙江选手 白景龙呢 在抓取的比赛当中 还是提高了自己以往的比赛成绩 应该说白景龙呢 个人的停举成绩啊 具备200公斤到205公斤 这样一个实力 关键看他比赛的发挥 从这个开把上来讲 195 作为开把重量的话 正像您讲的这么大的级别 两把正常上10公斤 加到205 这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情况 应该说 关键要看你的成功率啊 是 因为在以往的比赛当中 他也曾经加过205公斤 但没有成功 不过今天抓取情况来看 白景龙比以往要好一些 好的 我们的选手应该说抓取成绩提高了 会促使他的停举水平的提高 所以这两项是相辅相成的 六号山东一队 第十七第二次升级 八号山西秦十一的队 现在卡上200公斤以上 共有五位选手 报名开把成绩 但是现在依然还没有出场 山东一队李时齐第二把 也是要到了195公斤 另外一队李时齐第二把 自然小汇训表演说 哎 还是靠前 哎 教练已经砍了 往后停 可能这个时候 运动员也很难控制这个动作 对 我们看一下山西的秦十一 最后一把了 这个成绩呢 也是他以往比赛的成绩 基本都是在 有两次比赛 是195公斤 去年的全国冠军赛是192 在10年的锦标赛和冠军赛上 都是195公斤 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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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不上去了 应该说他今天完成192公斤这个重量已经很吃力的 对 这样他抓紧160公斤 总成绩是352公斤 哦他这个成绩呢 还总成绩低于广西选手 何健 不管怎样也是完成比赛任务了 这时候确实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现在应该说场上还有7位选手停举没有出场 好来看李时齐的最后一把 这位选手关键看他的上颂 那是他的队友啊 大级别的选手 杨哲 杨哲 也是10年押韵会的冠军 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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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度老 自成大位 力度老 很困难 偏钱了 没有了 嗯 这样的话他也是只完成了190公斤的停举 总成绩345 杨哲是105公斤级的选手 对 他是在明天比赛 今天呢也是给自己的队友理事 担任一下助理 杨哲选手应该说在105公斤这个级别当中 还是很有前途和希望的 应该说在这个级别上 目前其他选手跟他还是有差距 对有差距 嗯 没问题 这小伙子长得也很帅 身调非常的 对身材也非常适合举重比赛 对 北京一队唐雄196公斤的开靶 今天165公斤获得抓举的同牌 哎呦 没有搬起来啊 嗯 失败 应该说唐雄在今天的抓举比赛当中呢 比他以往的比赛成绩提高了5公斤 达到165 获得了铜牌 5号 还是提灵的高度有所欠缺啊 嗯 这个 没有救上去 救不起来 哎 诶 拍片头 可以 可以避开一下 是啊 至少心理上会有种积极的暗示作用 是这样 因为你去年砸在这个重量上 广东选手莫杰勇 好的 上屏比翻战轻松啊 这位选手应该说他的停举 比他的抓举要好一些 在以往的比赛当中呢 也加到过200公斤以上 在去年的冠军赛上 成绩是201公斤 第三次没有试剧 加油 加油 唐熊第二次试取这个重量 刚才刚说过去年的冠军赛 就是在这个重量上没有起来 是第二次加到这个重量没有成功 因为这些东西啊 有时候对选手会有一种潜移默化的这种影响 是如果能够避开这个重量 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 对 宋高啊宋高 哎呦 这个动作看起来非常可怕 是 是一个下蹲挺的选手 但是他这个下蹲挺的技术动作 感觉不是那么很精细很到位 这个下蹲挺要比分腿挺要求更精准才行 是这样 要求有更大的腰腿力量 更精准的控制 这杠铃起来之后 一定要跟身体的重心在一条平面上 一个平面上 这才能控制好 他这个上送的过程当中幅度太大 感觉 幅度大的话 你就很难保证这杠铃是直直的上上 因为他下落的过程当中 他一个压力 哎哎 靠后了 所以这样呢 对这位选手第三次试取这个重量 增加了难度 现在别人的重量都比他要的高 唐玄要连续试取 看一下现场的成绩评 有最新的消息 江苏的藏伟后两把齐全了 应该是这样 为了保护运续 我想他不能再去试取了 对 那么他只是 哎他的开码重量一百九 好像也没有起来 呃两次试取没有成功 第三次放弃 对放弃了 哎呀 哎呀 操你妈的 你应该说这位选手的文明素质还是有待提 可能我们这些选手面对电视转播的时候有点少啊 很难了 翻战就消耗的太大是这样的话已经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完成了这个上品了 增加到198公斤 砸锅 所以说一个优秀的运联 不仅是在训练上 和各个方面都有很好的基础 对 更是一个综合素质的体现 我们经常提到 不仅是靠身体训练 而是要靠思想去训练 没错 靠头脑去训练 非常的对 真正达到顶端的这些优秀的选手 其实我们去在私下跟他接触 发现他的其他方面的素质 往往也是非常高的 是这样 不然的话很难 到了一定的水平 再往上提高 就有一定的难度了 所以运联要善于思考 学会思考 这样才会在训练和比赛当中 逐渐的提高自己的成绩 达到相对较高的水平 好了 看江苏选手谢伟 198公斤的开把 他今天是165公斤的成绩 获得了第二名 抓举第二名 好的 有了 应该说今天这位选手啊 整个抓举的成功率也比较高 157开把162 165成功 最后获得了抓举的银牌 这个选手去年的全球锦标赛 当时是200公斤开把 结果都没成同两把 第三把的时候才成的 所以我们刚才也讲到 就是说你去年要是在这重量上砸了 我们今天是不是尝试避开他一下 是这样 他那点就很聪明 他没再继续200去起 因为这个失败这个动作 这个重量会在他的潜意识当中 留下一定的痕迹 应该说留下一定的痕迹的 所以你看降两公斤198开 就完成得非常的漂亮 好 看一下江苏选手王俊峰 同样也是198公斤的开把 这样 两盏红灯失败了 第一下上锁完成之后 确实有一个肘部的弯曲 不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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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要连续市局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半镜头的回放 左肘稍微有一点 另外一点我觉得两盏红灯 还是因为就是说一直到他最后扔杠零的时候 没有一个相对静止 但是响零了 对 响零了 他是在响零以后放下的 那么根据举重的竞赛规则呢 运练无论他面朝向何方 主要是杠零和身体出在一个平面上 出在一个相对静止的状态 他就可以适宜他放下杠零 而不一定是一定要对着裁判 队员的球战欲望很强啊 听到响了一声铃之后 马上又起身要上台 实际上当时还有一分半的 这个称重完之后啊 其实马上可以进水进食了 进行一些补充 但是我想对大级别选手 一般来说 降体重的都不是很多 我们看看 有很多选手体重还不够 想往动作啊 这是他的教练林云南 请问他 这把上送是非常坚决 这个队员我觉得很有股硬气啊 有股狠劲 198公斤成功 王俊峰去年的全国锦标赛 当时是197公斤开把 成功之后第二把上到了202 结果连续两次没有起来 当时那个197的成绩 是获得了去年全国锦标赛的第8名 停举的第8名 黑龙江选手白景龙 第二把199公斤 应该说今天白景龙的比赛状态 感觉还是不错的 这拳手去年的全国锦标赛是200公斤 我们看看怎么换的应该是失败 三盏红灯失败 看来队员要提出申诉了 队员自己说了 听到铃响之后 这是借口应该说 因为我们可以再回放看这个动作 实际呢还是差 那么可能在一秒钟左右 确实是缺少一个相对的稳定静止状态 再看再看 对 还是在移动按 身体 没有静止 没有静止的时候 胳膊开始往前放了 对 所以这个时候 帕他三掌红灯不远 再来一把 做一个优秀的运动员 在场上这种 应该说算是一个意外情况吧 发生的时候 应该能够及时的调整自己的这种心理状态 全力以赴的去做好下一把 因为我们看现在是仲裁 仲裁召集三名 职裁 商议这个事情 那要这样一来的话 刚才这把的结果还是有可能被改判的 我们先来看一看 白景龙在等待上场 停表了 时间表已经停了 现在仲裁在跟三位场面的直裁 要重新回看录像了 什么结果呢 动表 没动表 应该是维持原判 其实表刚才走到了1分58 现在又回到了两分钟的状态 显示现场显示依然是失败 那就是维持原判了 这是北京体大学的教授杨斌胜 也是多次国际国内重大比赛当中的仲裁委员会的成员 他也是技术代表 技术代表 又改判了 改判了 改判了 那么改判之后 现在杠铃的重量要加了 加了200公斤 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话题 不管什么情况 我觉得我们队员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特别在这种有电视直播的时候 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语言 非常的重要 实际呢 这也是平时我们在队伍的管理和教育 都要加强 这是根 要让我们的队员养成这样一种习惯 就是甭关有没有电视直播 这些不干净的语言都不会出现 是这样 因为我们体育呢 是传播文化 传播体育精神 这样一个载体 好 广东选手 莫杰勇 203公斤 这是他的第二把 哎呀 您的感觉是不是有一个去身啊应该是成功 我看他主要是肩部的 给了一盏红灯 嗯 警告一下 对 但他还主要是肩部的上去 这是肩部的抖动 哎不是肘 我们有时候从视觉上来看 有时候 会确认 对因为在那个动作的瞬间呢 很难区分这个肘和肩的 到底是哪个关节在在动在运动 对 再来通过慢镜头看一下 看看他是肩还是肘 哦 这个方向还不让我看 这个镜头挡住了 看不到 看不到 特别是他的左肘 嗯 根本看不清楚 总之两盏白灯一盏红灯 成功了 成功 我们看到三级选手张胜国 可能也退出了停举的比赛 哦 没错 张胜国退赛了 确实 在抓举砸锅之后 可能自己认为这个停举啊 没有再坚持的必要 嗯 嗯 所以现在看到 显示屏上是一创横杠 退赛了 嗯 我在 有 停 四 嗯 白灯龙第四把 要到了204公斤 没打啊 翻好了 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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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纯啦 ろ 伤分了 嗨 这次放下一点没有问题的 哎 到 去年的全国举重几标赛 当时他就是尝试冲击这个重量 在第二把的时候冲204没有起来 第三把又加了一公斤冲205还没有起来 最终的成绩是200公斤 今天应该说也实现了在比赛当中的成绩的一个突破 特别是通过白井龙这个情况来看 按正常来说 在第二次如果判成失败的话 就今天没有204这个成绩 对 而最后呢是204还是成功的 所以我们经常讲到说运练比赛等当中的成功率很关键 这样一来的话抓举161公斤 平举204总成绩365公斤 广西选手李冰出场了 他的开把重量205公斤 李冰今天的抓举确实很不理想 不过他起来以后呢 就目前排在总成绩的第一位 现在目前排在总成绩第一位的是 黑龙江选手白井龙是365 李冰是加了开把重量 他原定是200开 这下又加了5公斤 李冰呢在2011年的亚洲举动锦标赛上 当时停举成绩是220公斤 打破了全国记录 目前总停举的全国记录是由李冰保持的 确实是有实力啊 这李冰这个选手在停举上真是非常的棒 但是在抓举上这个缺的有点多 太弱了一些 这样的话两相一抵 使得他的总成绩啊 总是难以达到一个非常不错的高度 这一把起来之后 现在总成绩已经排在第一位了 368了 应该说当时啊 李冰在亚洲举中锦标赛上 停起220公斤 使我们又燃起对这个级别的希望 在2010年的世界举中锦标赛上 当时停举的冠军成绩也就是220公斤 对 是2010年 那么2011年的世界赛停举的冠军成绩是226 也只差着6公斤 江苏选手谢伟第二把也是205公斤 刚才各种意外情况的出现啊 再加上谢伟的这一把是加了7公斤 所以他刚才在后场待的时间也有点长了 好的好的 这样他的总成绩呢 就达到了370公斤 应该说这也是他比赛当中个人的最好成绩了 现在杠铃重量加到了206公斤 那么下一个出场的是江苏选手王俊峰了 现在应该说场上停举呢 只剩下6把了 往西选手李冰还有两次试局 王俊峰是最后一次试局这个重量206 带到威奥不住 没有了 他最终的停举成绩就是198公斤 总成绩 366 366 356 158 抓取是158 356 356 来看这个 看这个 广东选手莫建勇的最后一把也是206公斤 实际上呢 应该说总成绩的前三名呢 基本上已经产生了 那么将在谢伟李冰和白景龙这三个人之间产生 莫建勇呢抓取只有150 即使这把起来以后总成绩也只有356 但是他会争夺停举的前三名 对 这样的话莫建勇最终的停举是203公斤 抓取150 停举203 总成绩353 总成绩上目前是排名在第五位 应该说现在总成绩呢 前三名呢 已经产生了 主要是在 广西选手李冰 江苏选手谢伟 和黑龙江选手白景龙之间产生 应该说白景龙呢 已经吻获总成绩的第三名了 365公斤 那么现在湖北选手刘浩 尽管在抓取当中砸锅 但是停举现在依然显示没有退赛 但是他不会有总成绩了 对 他抓取没有成绩 他就是要拼一个停举的成绩了 广西选手李冰 第二次试举208公斤 那么他这个重量起来以后呢 总成绩达到370亿 那么他就首先要赢 江苏选手谢伟的总成绩 三百七十公斤 实际上呢 这个怪亚军呢 依然还是在李冰和江苏选手谢伟之间产生 对 好的没问题 应该说李冰的个人的最好总成绩呢 是在2011年的亚洲举重锦标赛上创造的 当时的抓取是165公斤 停取是220公斤 目前呢李冰的个人最好总成绩呢 是在亚洲锦标创造的 当时呢 抓取165停取220 总成绩是385公斤 现在钢铃重量上到了208公斤 谢伟的最后一把 那么他起来以后 总成绩将达到373 李冰现在的总成绩是371 当然还有一把 旁边穿绿色夹克的呢 就是昨天在男子77公斤级的比赛当中 爆冷多的冠军的江苏选手陆浩杰 他的总成绩375 还超过了 现在这级别的还高 这个94公斤男子的总成绩 注意胸强啊 这次要跨 重心压重 关门 好的 别着急 站起来 称稳了 好的 这样的话 他最终停举208 总成绩373公斤 这样要看 就是看李冰的 选手李冰 我们听到李冰要向他学习啊 那么李冰应该说 至少要加到210亿公斤 谢伟今天是六次出手 六把成功啊 今天成功率非常的高 非常高 确实也难怪有这样的一个好成绩 是 没有高成功率啊 很难获得好的名次 也很难发挥自己的训练水平 应该说这个成绩呢 是谢伟的最好比赛成绩 我们看他的教练陈豪 也跟着他一起激动 作为一个运动员来讲 在这样的比赛当中能够 第一 拿到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突破自己 第二 能够像比出今天这样的一个六把 都起来的这样一个成功率 确实真的是不容易 现在场上只剩下李冰的 当然 忽悲选手刘昊 依然没有出场 但是李冰这次起来以后呢 将获得总成绩的金牌 他将打到374公斤 他的抓举是163 现在杠铃的重量是211 李冰的最后一把 所以我们也知道了 刘昊把开把又加了 加到212了 哦 站得有点费劲 看看上庭 撑稳了 撑稳了 收 好的 好的 有了 211公斤 应该说 李冰又蝉联了 这个级别的总成绩的金牌 总成绩是达到了374 那么接下来全场就剩最后的三把了 刘昊一个人的连续表演 刘昊就是要拼一下停举了 应该说总成绩呢 第一位的 第一名的是来自广西的李冰 374公斤 第二名的是江苏谢伟 三百七十三公斤 第三名是黑龙江选手白锦龙 三百六十五公斤 对 现在场上只剩下 湖北选手刘昊的三自停举 刘昊上了以后 一直站在边上看着这个计时表啊 看着快到30秒了再往上走 这个重量起来以后 他将获得这个级别的停举的金牌 对 而且212这个重量也是近几年国内比赛当中啊 在停举当中非常高的一个成绩 来出了李冰 出了李冰的那个220 抓住 来 好的 嗯 停举冠军到手 但是这时候刚才抓举砸锅的这种郁闷啊 也是一泄而光 但是我想今天对刘昊来讲很可能会加到221 这2218会不会只是一个缓兵之计啊 这2218会不会只是一个缓兵之计啊 一个暂时的重量 我们看到青年纪录 这2218会不会只是一个缓兵之计啊 全国的青年纪录是215应该是 哦 全国青年纪录216公斤 216 那么刘昊呢 刘昊呢 是91年出生的 91年7月出生的选手 应该 他还是青年选手 他挺起这个重量呢 也打破了全国的青年停举记录 但是我想这个重量会不会是他最后的重量 因为如果要破青年纪录的话 没有必要加218加217就可以了 是 其他的选手已经全部结束比赛了 现在剩下货币选手刘昊 一个人还有最后的两把 还敢不敢 不敢 好 清楚啊 青年纪录216 青年纪录216 青年纪录222 算好啊 222够什么啊 其实他自己很清楚啊 222够什么 其实他自己很清楚啊 我想运动员 应该说知道这个纪录的含义 应该说知道这个纪录的含义 看来不改重量了 就是218 是 嗯 那么起来之后是新的全国青年纪录 应该说他已经获得挺举的金牌 嗯 嗯 嗯 一直在看这个计时表 应该这个时候 然后 距离这个计时表还有20多秒时间 运动员完全可以在这30秒提示音未到之前 对 就完成这个提拉动作了 没有必要刻意的非要等到 对 让过去 是这样也消耗他的一定的精力和注意力 关键是消耗精力 嗯 这就有点强迫症的意思啊 非要等到这个 其实他刚才上的还剩50多秒的 是 收紧 抖起来 他感觉就是让过这个时间点之后踏实 人 压住啊 向上 没起来 嗯 应该说 常规情况下 一个人连续的试举 第一次 起成功以后 第二次 加了一个重量以后啊 不起来 第三次对他来说要求 难度就很大了 自己也说了上送的时候腰有点松 当然在两分钟之内再举第三把的话 恐怕 也会难了 应该说这位选手呢 一直是在北京体育大学 这个举重力 坚持训练 我们对他的前期训练状况呢 还不是特别了解 他这个重量 218 也许是为了提前他提高自己的训练水平 嗯 但是呢 往往为什么有一个记录在这放 可能会更加有刺激性 对 对 对 上去 上去 快一点 对了吗 好 没问题 没问题 对 现在应该说全场只剩下六号 对 有时候是实在啊这种 恐怕对于不同性格的选手来讲 这是不同的一种刺激结果 有的选手觉得这时候电视的镜头 全场的目光 这是李冰 开始换衣服了 都在我身上的时候 有的人就会感觉到兴奋 嗯 战斗欲更强 但有的人就会感觉到 哎呦我这压力 紧张了 这全盯着我看呢 紧张 对不过我们看到这个湖北选手刘浩呢 还是属于 还是属于那种兴奋型的运动员 对 嗯 还是一样把它翻轻松了 啊 尽点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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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公斤 第三次试剧 我想这可能也是他训练当中的最好水平之一了 嗯 嗯 这是他的教练谢勇啊 身体总监啊 打住注意到点 来 这一点 收紧 好 向上 对向上 哎 哎呀 还是没了 这把送的高度还没有第二把高呢 是 嗯 战以来的话 全场比赛结束了 马上就要进行 战比拳手刘浩呢 是凭借212 这样一个重量 获得了停举的近牌 轻松 轻松 轻松